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想去讲探中科的手段 之前两集我分配派过一个就是 节流一个是开源 今天我想去讲的就是金融的手段 如果没有金融的手段 你推进减一些减排也好 节能也好 不会那么快的 要金钱的力去推进它 是两码值的事 什么是绿细金融 绿细金融就是围绕着三个层面 一个就是你能不能减缓气候变化 就是climate mitigation 另外一个就是你能不能适应它 climate adaptation 不在两个范畴之内的 我们就叫它持它 climate mitigation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 这些绿细金融是头一些 可能是可再生能源 好像是太阳能 风能的项目 或者是一些 carbon fixation 就是固碳的项目 好像重灵 或者是碳不足 carbon capture这些项目 然后climate adaptation就是吸引气候变化的 好像是什么 好像我是一栋带楼 我装了一些IoT 一些污染网的机器在里面去探索 如果有打风的时候 水针的时候 我们有及时的反馈 解一些 撞击这些东西 牵涉到的金钱 可以就是我要吸引气候变化 因为现在我们面临的这个 我们前所还没见过的 风跟飓风 台风跟以前的不一样 好像早几年香港的天猪 带的风一样 所以又贴一些新的设备 或者是另外一些东西去吸引这个气候变化 什么是其他 其他就是可能是保护生物的多样性的基金 这个是可能是其他 除了这个green finance之外 我们也有可持续的发现 可持续的财务 怎么是可持续的finance 就是green这一方面 再加上social跟governance 我们就可以叫它可持续的财务 怎么说 最近很多人担心的就是 我淘这些项目 会不会有票率 就是你的项目是不是真还是假的 我们依靠什么 我们依靠一些权威的机构 比方说发债券的时候 我们就是用英国的climate bond initiative 英国债券倡议主席 或者是ICMA 一家国际的主席的框架 跟它的框架去硬定解一个债券是绿还是不绿 另外一个就是银行的时候我们可能用LMA loan market association的标准去防止它票率 每一个订这个绿的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机构 比方说绿式建筑物的 我们就是用美国的LIT 或者是香港的PIN Plus 去定义这个是不是一个绿式的建筑物 所以去考虑是不是绿或者是可持续 我们就是要符合这些标准 不是很复杂的东西 但是我们一定要定一些标准 找一些可靠的机构 用他们的基准去定 今天讲的金融手段就到这里 有什么可以留言的 再见拜拜